考试不再实行百分之 成绩不再排名次 也不再留课外作业 这里注意看 学校取消作业和排名 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那为什么张伟还这么不爽呢 虽然小民非常不情愿 不过开学还是如约而知的到了 学生们背着超大版本的书包 就没有一个是开心来上学的 当然除了这个坐着大奔来上学的张伟 来到班级之后 前方心脏骤停现场 大家把假期作业都拿出来 从后往前传 这个画面真的太熟悉了呀 教完作业之后 大家来到操场举行开学典礼 看着台上一气风发的张伟 高高兴兴地走进校园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我怎么就不这样 小民表示 我不理解 可随着校长在台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考试不再实行百分之 成绩不再排名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小民开心地欢呼大笑起来 原来王猫说的都是真的 然后小民抱了一个说话班 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 张伟也就非常的不开心 张伟你怎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高兴 不留作业 不排名次 多好啊 有什么好 不计百分 不排名次 大家看着都差不多 学习特别好的 就看不出来了 真没意思 好家伙 这就是学霸的苦恼吗 我看你是卷王本王才对 不计分数不排名次 谁学的好 谁学习差都看不出来 这学上的还有什么意思啊 不过他的这番言论 马上就被周娜去老师那里打小报告了 因为张伟一直是第一 周娜一直是第二 所以他一直想挑出张伟的毛病 这时候老师却说了一番极有意义的话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这没有什么错 是啊 这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呢 愿意比赛 愿意拿第一 没什么不对 可是要知道 学校不是比赛的地方 更多的同学 不是为了比赛才来上学的 排名次 会让一些名次靠后的同学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时间长了 会影响同学的自信 谁让他们不努力的 第一名只有一个 努力不一定就能拿到第一 很多同学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还拿不到第一 学校应该是一个让绝大多数同学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那样同学们才能高高兴兴的来学校上学 陈老师 嗯 那我们俩到底谁对呀 周娜 有些事情没有对错 嗯 等你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明白 不过张伟这小子是真的讨人业 不行吧你 老师说了 我没错 软王的得意了数一试 和关于对错的话题 王猫又给小明 也可以算是对屏幕前的我们解释了一番 对和错都不是绝对的 你喜欢吃米饭 我喜欢吃面包 每个人口味各有不同 这样的事情就谈不上谁对谁错 转眼一天的学习结束 爸爸来接小明的时候 发现他没背书包 小明告诉他以后不留作业了 本来前面看着挺舒畅的剧情 随着妈妈的出现 瞬间又让我自信了 不留作业 那还是上学吗 不行 我得找你们学校去 哪能这样啊 这叫什么事啊 不写作业 孩子们是高兴了 可是他们的前途呢 考不上大学 谁才负责 孩子 你以为这是好事吗 多好啊 于是我们熟悉的 别人家的孩子言文出现 怎么就不比点好的呢 人家张伟年年第一 可你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 但是孩子却没有拿你去和别的父母比较啊 人家张伟家里还是开大奔的呢 看到如此离谱的妈妈 我不敢闪上小明后续的生活 她真的能快乐的学习长大吗 下一集就在火树制作中 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你是谁的 那是谁啊 我是你 你是你 是你 是你 不是 他人 是 是 你 吹